世界雖然越來越暗 但我希望你活得越來越亮 到底女人在四十歲的時候 她是越來越暗 还是越來越亮 大談两性关系 陳文倩罹患肺腺癌 日前开刀二十二号才出院 却坚持抱病上工录影 也开出亮眼成績 人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 是可以做很生稳的 浪费你的人生的事情 是为了寻得 一点的人生特别的经验跟精彩 因为到一个年龄的时候 你要浪费有困难 看起来精神气色恢复得不错 陳文倩主持网路节目 上线短短一个月 创下累计破千万 观看次数的好成绩 以倩婆婆身份 给来宾提点生命课题 丑了老了 你再不出轨 这就是你最后的男人了 那所以如果你的男人是对的 如果这个男人是对的 那恭喜你 如果这个男人是不对的 赶快跑换轨道 开玩笑认为女人应该把握 四十岁最后出轨机会 一改过去尖锐犀利形象 节目上邀请三位首领女子 畅谈孩子婚姻爱情等私密话题 面对病情也始终乐观坚强 我新年龄做了快要十四年 我实验做四十年 精业精神令人敬佩 不只身为文倩世界周炮的主持人 以专业财经国际形象 升职人心 这回挑战两性议题也大获好评 记者阿公原曼李玉涵他会报道